美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 今天上午在蒙特里公園市的美麗華大酒店 舉行中國兩會的研討會 兩岸關係的學者 重點討論了習近平有關港澳台問題的講話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主席周德超表示 今天的記者會主要是針對習近平在兩會中有關台灣問題的講話 他表示 該會的會員們都會分別講出自己的看法 並進行討論 習近平主席講得很好 不管是誰上台都要堅持九二共識 這個是一個底線 誰超出了這個底線 誰就破壞了兩岸關係到平衡發展 如果是堅持九二共識 那麼兩岸的希望 兩岸和平發展的希望應該是很大的 在座談會上發言的還有該會執行主席黃忠平 秘書長劉青 聯盟成員黃勝生等成員 黃忠平表示 今天他最主要講的是反分裂法 並要堅持中國是不可分割的完整領土似原則 那麼這一點對台灣現在的情勢 綠都要起來了 那麼起來他不承認一個中國 他要亂搞一套說台灣不屬於中國 要把中國分裂出去 那麼所以這個反分裂法的意義就在這裡 那麼台灣問題解決是兩手 一個是和平方法 一個是非和平方法 非和平方法就是武力方法 所以這個就是反分裂法裡面提到了 以反台獨 促統一為主要使命 由三十幾個社團所組成美中和平統一出眾會於 2002年8月在洛杉磯成立 美聯盟成立以來 團結來自兩岸三地各界人士 積極發揮熟悉中美 聯繫兩岸的獨特優勢 以支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 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動中國和平統一為己任 開展理論探索 學術交流等活動 天下衛視記者孟子文馬俊採訪報導